原體實驗室胡哥來測試 根據統計台灣男性 寬部骨折一年內的死亡率 是20% 高於女性的15% 由於骨瘦到沒有症狀不會痛 必須靠檢查才能夠了解 最新最完整的骨鬆 該怎麼檢查呢 跟著我原體實驗室 一塊去了解 方舍師你好 胡哥你好 這是我們的雙能量X光 骨質密度測量儀 等一下我們就幫您進行 骨質密度的檢查 我們會做兩個部位 一個是髖關節大腿骨的部份 然後一個是腰椎的部份 胡哥 我們都準備好了 那我們現在就開始檢查 記得不要動就可以了 好 呼吸正常 好 胡哥 是 這個部份好了 我們換另外一個部位 來 你腳抬一下 我把板子拿開 好 等我一下 好 我們現在雙腳要放在這個墊子上 對 兩隻腳一起 好 不動就可以 好 剛剛是到大腿骨 對 現在是腰椎 腰椎 對 腰椎要墊高 對 因為這樣腰椎才會拉直 胡哥 那你再回到門診 讓骨科醫師來為您解釋 你的檢查結果囉 謝謝囉 不會不會 可以下來了 好了 尤其是我的骨蜜報告出來 可以幫我看一下 判讀一下 虎哥 看起來你的骨蜜的報告 看起來還不錯 怎麼說 我們一般骨質蜜度 會測量兩個部分 我想剛剛方舍師有大概跟您解釋過 一部分是會做這個腰椎的部分 另外一部分會做這個礦關節的部分 那腰椎的部分這個T-score就是 它大概在-0.6 就都還算在正常的範圍 正常的範圍是多少 正常的範圍在-1以上的話 它是算是一個正常的 那在髷關節的部分的話是-0.3 所以這個素質都是正常的 為什麼要叫這兩個部位 有沒有特別的意義 對骨蜜來說 這兩個部分是我們比較容易發生 這個骨質疏鬆性骨折的這個部分 那一部分就是比如說 這個胸椎或是腰椎的 這個壓迫性骨折 那另外一部分是這個髷關節 尤其是像什麼樣的人 需要定期的做一下骨蜜的檢測 譬如像年紀大的男性 大於70歲 那停經之後的女性 那另外一次如果在年輕人 通常年輕人的骨質蜜度 是比較好的 對 但是如果它產生這個 低能量衝擊下面的這個骨折 什麼叫低能量衝擊 譬如說一般小小的摔倒 就產生了骨折這個狀況的話 那可能我們會好奇 叫它骨質蜜度或許有問題 那另外是有一些 代謝性疾病的病人 譬如說腸椎要吃一些類骨醇 這會影響它的骨質蜜度 坊間一般有很多種 這個測量骨蜜的方法 到底它的這個準確度如何 我們一般在做這個 骨質蜜度的測量 有分兩種 一種是這個做 譬如說腳踝做超音波這個 但是那是屬於一個篩檢 譬如說因為那個機器小 那也比較容易在社區做使用 而且它是一個活動室 做這個檢查好處就是 當然對病人方便 不需要排隊 不需要 就可以很快做到檢查 但是它的準確性是比較好 它的準確性 它的專業性是比較有限 所以通常如果在這個篩檢裡面 發現有問題的話 還是要到大醫院來做這個 雙能量的X光吸收 這個正式的檢查 謝謝劉醫師 各位觀眾 如果您是70歲以上的男性 或者是停經期後的女性 不妨要定期做一下 股蜜的檢測 來保值股本 保住你的股本 聯理實驗室 測試完成